第九十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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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不明 流花口的日军绝对不止一个中队 从鸭子港逃走的二百日军 很有可能窜入了流花口 贸然进攻 恐怕会遭到重大损失 李进新将情况立刻报告给了邹团长 请示将其他部队靠拢过来 免得郭军作战不敌日军 刚刚打下了鸭子港 邹团长攻击精神异常旺盛 为把日军放在眼里 邹团长的回复是 纵然敌人有一个大队 国军有两个支队仍占优势 情况不明也无妨 到流花口再说 最后 邹团长命令李进新迅速朝流花口推进 他随后带队赶来增援 第二天天亮前 邹团长带着两位警长来了 他们在路上抓到了一个敌探 这个敌探是岳阳人 日军在流花口的情况 就是从这个敌探口中知晓的 但敌探提供的情报是前两天的 情况并不可靠 为了慎重起见 必须到流花口再找人打探消息 展开全文在当天的侦查中 李进新等人从望远镜里看到 流花口是一条小街 只有几十家房舍 地上多是茅棚 地斜面处有几处瓦屋 没有吹烟 也看不到行人 静悄悄的 几乎是一条死街 流花口的地形是 复杂的 又设有障碍物 一手难攻 李进新等人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找到两个老太太 老太太找来住在流花口的一位中年渔民 渔民告诉李进新 流花口已经没有了百姓 日军在堤坝上修建的三间大瓦屋都是仓库 至于有多少鬼子 他也不清楚 渔民提供的情报虽然简单 但却非常有用 首先是解除了守军担心攻击会误伤同胞的顾虑 其次是证实了流花口有日军仓库 属于日军重要补给基地 为了进一步了解日军的火力和兵力情况 李进新决定 亲自带领三个排兵分三路出击 迫使日军开火 当天下午四点 李进新率领三个排同时发起攻击 立即遭到敌人赤裂火力的阻击 南北街口和三处瓦屋各有重机枪射击 街上自南至北 竟有二十余艇轻机枪射击 但未见炮击 从火力来看 敌兵力绝不止一个中队从未使用炮兵看 又不像是一个大队 很可能是凑合在一起的几百步兵 三万人左右 情况大致了解后 便将攻击部队撒回 支队的营 连长十多个人 立即研究攻击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 攻下流花口对城的会战极有价值 但敌战有力地形 火力配备捉迷 攻击部队会有重大伤亡 于是 有人主张为而不打 断敌前后方联络 这样可以免于过大牺牲 也算完成任务 不少人都赞成这个方案 李尽心认为 敌前后方联络并不止这一条 断此路不足以致敌死命 意义不大 如果把流花口攻下 则会对反常德敌军造成精神上的威胁 才真正有利于会战 牺牲大一些是值得的 为民族争生存而流血 是军人的职责和志向 这一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邹团长当即批准 几经斟酌 定出了攻击计划 要点是其中两个支队的石门抬击炮 由炮兵连长统一指挥 掩护步兵攻击 李尽心支队的攻击目标 是街北口及相邻的两个仓库 邹团以一个营 攻击街南口及相邻的一个仓库 任何一处得手 即投入预备对扩大战果 次日凌晨 在邹团长亲自指挥开始攻击 常德保卫战次日凌晨五十半 支队炮兵开始射击 数分钟后 步兵发起攻击 在敌人火力网里突击 这个仗是不容易打的 尽管有炮兵检护 进展仍然十分缓慢 每间一步都要付出若干人的生命 七十半 敌机三架敌飞扫射 支队攻势受挫 在进攻中 李尽心发现街北口的敌火力比仓库方面弱 于是 断然把攻击仓库的兵力转用过来 向街北口重点突破 九十烧过攻占街北口 可是进街口后 日军的抵抗更凶猛 双方呈焦灼状态 幸而敌一仓库熄火 火光冲天 爆炸声震耳欲聋 对敌人形成精神上的压力 支队乘此机会再发起攻击 但仅前进二十余公尺 就伤亡三十余人 再无法前进 午后 街内也有几处熄火 但敌人依然顽抗 除无争夺直至日落 只攻占了 二十余间房子 邹团部队仍在地上与敌相持 未能占领南街口 常得保卫战牺牲的军官夜幕来临 战斗暂需沉寂 李静心认为 这样打法即使能攻占全街 难免会伤亡三四百人 必须改变计划 于是找到邹团长 建议调整部署 放弃攻占街南口的计划 把兵力转用于街北断 给日军留出一条逃生之路 使敌不再死守 然后以绝对优势 从街北口向南席卷 通使守敌向南逃算 这样 虽不能全间守敌 但可以大大减少这对伤亡 有利于耳后的战斗 邹团长考虑很久 采纳了李静心的建议 一类重新部署就绪 次日晨六时 支队以雷霆之势 由北向南压迫日军 逐屋搏斗 战况至为惨烈 九十位岛 以攻下大半条街 日军放弃了最后一个仓库 纵火烧房 残敌归缩在街南部 烧葬焚尸 玄疾狼狈逃窜 此一日军伤亡近两百人 支队伤亡两倍余敌 一条流花口皆被全部血平 其壮之惨 令人悚然 日军遗留的炮弹流花口之战 中国守军以三个满边营的兵力 和石门返击炮 围攻三百日军 以三倍余敌的兵力 将日军团团围困 但即使付出两倍牺牲 也无法全歼日军 最后不得不放开一条路 让日军逃窜 可见 在抗日战争中 日军的战斗力和战斗素质之高 要全歼日军并非一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李济新将此事写在了回忆录中 并对日军做了评价 日本兵比想象的还要难打 没有四五倍的兵力 很难将给予日军重创 更不要说全歼了 这就是抗战的现实 纪念碑 本文由拜而使后说 收集抗战资料 回忆录整理和书写 错漏失误之处 静悉读者指正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济新